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销来到最高 它叫策略 我们有一堂课叫 Strategic Marketing Management 是 所以行销要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什么叫策略呢 那它就涉及你的年度规划 它就涉及你年度的目标的设定 这个东西谁参与 全部人参与 定下来的全部人清楚 所以很多时候 中小企业问题在哪里 老板不清楚 老板东看也不错 西看也不错 今天改这个 明天想做那个 那头已经改了 尾巴还没转过来 那怎么办 也没有错 资源有限 你会回应市场 但是你的沟通到位了没有 你跟你的团队有没有保持沟通 所以我相信这些行销都是 跟他的核心团队 为什么要定期开会 你会看到有一些中小企业公司 一年正式开部门会议 那怎么运营呢 头跟尾不连接 那你问他哪一个 他敢不开核心团队 我们拿几个 我们开会了 我们公司也蛮多会开的 其实 你是一个喜欢开会的老板 不是 我是喜欢处理事情的老板 因为我喜欢给他们策略 给他们方向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角色扮演就是这样 是 我们有什么会议呢 当然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有 主任职议 对 然后再来我们有 主任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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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决定了我们公司的策略跟方向 我们的核心团队是从来不讨论 所谓的方向 所谓的我们的策略 因为他们只是 去执行 对的 所以我们的核心团队 因为有二三十 现在应该有三十多个人 三十多个部门进来 每一个月一次 我们的核心团队是做 评议跟预议 还有一个会议就是 我们叫做 Sale Strategy Meeting Sale Strategy Meeting 一个月两次 然后是谁呢 你看到Sale 就知道他是一个销售部门的 是 我们的VP就会在里面 然后谁会在里面呢 我会在里面 然后我们的市场部门会在里面 就是我们的CMO在里面 我们的新的管理会在里面 然后我们的所谓的 Activation Manager 会在里面 他们主要来做什么 主要来支持Sales 那天的 meeting 一个月两次 他们很清楚知道 Sales就会告诉我们 他现在的问题在那里 他所谓的review 那这半个月做得怎么样 然后他的review 他要做什么东西 然后他要做的策略是什么 然后Marketing如何配合 比如说我们Sales Event 我们是做一个 五百个人的经理 就是培训 那是Sales Event那样的 Marketing要不要进去 Marketing进去是因为要告诉你 Sales Please bring and get ready Marketing已经很多的东西要来了 我们这三个月要做很多东西 那个Sales又会觉得 Marketing来了 Marketing追着我们来了 我个人觉得是 可能中小经期的老板 可能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反正你 一层一层一层下来 对 你要知道谁是主角 在那个会议里面 这个会议 所以不可以让他们 不知道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meeting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